阿爷,阿奶,哥哥们年纪都大了,到了失欢的年纪,京中和老家的规矩很不一样,伯父和伯母这次过来,便留在京城吧。 事早都是要来的,就不要来回折腾了,真要是有喜事,伯母们也能第一时间见到未来儿媳妇,很多事情都要母亲一手操办的。 至于村里的果树,嗯,我准备问问李正或是老祖爷,看乡亲们愿不愿意包下其中一块,作为全村合资,只要出钱就有营收,剩下的便交给丽叔叔他们接的打理就好。 这样也是为了给村里人送点福利,让他们有钱赚,好好过日子,顺便还能帮忙照看一下我们云家的果树山,简直两全其美。 云老头没有马上答应,只是低了头在沉思什么? 村中是祖产,迟早都是要回去的,到时我陪着阿爷阿奶一块回去。 就听乖宝的,这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,爷爷知道,想让你们大展拳脚必定要往好的地方去,只是年纪大了,一时间念家罢了。 换了一身男装,一辆马车低调地从城向府的侧门驶出。 祖三 小莲,你们跟着云儿去叙旧吧,这边不用伺候了。 小小姐,不差这一会儿,晚些时候也是一样的。 小小姐,现如今京中的拍卖行、茶水楼,还有卖粮食的,都数凤脸的,在门牌那里有一个特殊的标记,是七万莲花的模样。 嗯,都和空间里那三朵莲花有些相似呢。 这一辈子,我是躲到莲花老窝里了吧。 因您许久没有回来,主子的身份令牌一直存放着。 自己听着的云婉音,突然听不到声音了。 挑眉看了一眼云依,看着自己不知道在想什么,有些呆愣的模样。 和云依在一起多年的六人,多少能猜到一些。 这是大家一致认为,小小姐是天上翱翔的凤凰,岂是她们能随便练迹的。 还请小小姐处罚,我,我刚才恍神了。 云依是有一种人了吗? 确实,是该成家的年纪了。 说是你们几人都有心上人,只要对方品行端正,不是心思慎重的便可以。 到时候呢,我把你们的卖身器都归还了,等小辈儿出生了,便是良级。 可以送去学堂,以后参加科考。 小小姐,我并未太意。 小小姐,我并未太意。